作词 李宗盛 全球的超码家人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周日全球网络圆满人生经恩会 让美珍今天得以主持就是周日全球网络圆满人生经恩会 与大家能量共振 超码的家人们都在分享一个小卡片对不对 其实这里有个小插曲 最近美珍也在跟她分享这小卡片的时候呢 分享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就是陌生人应该是说有缘人 他就听着听着然后呢就说这是谁唱的啊 CD哪里买啊 那我就说这是就是太阳圣德导师 他所作词作曲而且亲自唱的亲自主唱的 他们就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 又会写书又会唱歌真是厉害 所以呢真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分享呢 在差时之间呢彼此的距离真的是就缩短了 而且就热肉了起来真的 好歌大家听 请诸位呢不要另一遇就是去分享给亲戚朋友 然后那个就是邻里哦 那今天呢我们的那个周日全球网络圆满人生经恩会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呢首先呢第一个来帮我们共分享的第一棒的那个分享者呢 是来自于我们马来西亚丁城的景青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景青是如何透过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以及导师所教导的方法来改变了他原先的生命地图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景青来帮我们分享 好感恩美珍姐 导师好全球的超马家人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槟城的景青 那非常感恩美珍姐的邀请 让经由这个机缘跟大家分享景青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心得 那其实呢现在景青目前是在回家的路上 今天一群北马的职工 我们就南下到了江沙 办了一场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相信大家现在都是满载而归 幸福满满地在回家的路上 那真的很感恩 有这个福气遇到太阳神的导师 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遇到超马这本书 那非常的感恩景青 明成命中的贵人就是嘉俊娜姨 当初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景青 告诉我说这本书很棒 因为认识了很多很多年 嘉俊娜姨就看着从小看着我们长大 所以就把书就读了一遍 那其实景青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 只是自己一直都想要追求更多的财富 想要更有钱 就觉得富有就是要很有钱 那生活一定会更好 可是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以后 才了解到其实往错了方向去追寻 在学习修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这两年的时间以来 最大的改善就是景青的人员 但以前的自己非常的独立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来学习来处理 那其实这坚强的背后 其实是内心的匮乏 所以在学习了超级生命之后 慢慢的自己的心里变得更加柔软了 那我自己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样 所以才了解到真正心里充满爱 那个心是非常的柔软的 而且对很多事情都可以包容 都可以去跟大家和乐融融的相处在一起 不再是像以前那样 是自己一个人呼军作战 那现在人员也好了 多了很多人不与人相助 而这一切的改变呢 也让妈妈很安心 因为以前的女儿在外 总是到处跟人家 没有跟人家结认 不过就是跟人家相处 处得不好 所以总是让她很担心 所以当昨天导师在网络供修有提到说 摆散下危险 我们是为女儿的要孝顺父母 基金当下非常的有感受 那以前总是让父母吵心 总觉得自己想要怎么样就 我心我素 从来没有站在父母的立场去思考 那非常感恩超级学面密码系统 感恩导师的教导和教诲 感恩弟子规 让基金知道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身为女儿应该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那基金也很感恩 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在学习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所以跟妈妈的互动也越来越好了 然后非常的感恩 在2018年1月份 基金带了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参加 大板根的金金银 那时候金金真的体悟到 真的天地的爱一直都在 而且天地的爱真的是可以疗愈 可以把我们曾经的不圆满 做一个圆满 因为金金以前跟妈妈的关系 其实并没有说不好 只是有一点冷 那大家就是没有怎么收入 不会像现在这样 我们现在的互动好多 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 因为我们一起去谱传超码 一起参加分享会 一起参加圆满人生经营会 一起去流通结缘书 而这所有的一切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所以真的很感恩今生有这个因缘 可以学习超码 而且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修行 不只是可以成就彼此 也可以负责领礼 金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的人生非常的苦胆 那要怎么样活出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短暂的人生 我们又为我们接下去的人生写了什么样的剧本 这所有的一切 其实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思考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无偿先到 还是明天先到 所以就如同导师所说的 要有时想无时 莫再无时想有时 而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非常的简单 可以让我们透过基本的浅修步骤一二三 透过落实弟子规内外双蜜 来达到一个和负能量和解 提示我们自身的正能量产 去圆满弥补 曾经的不圆满和遗憾 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顺遂 那最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提升智慧 提升我们的灵命 去人生苦短 要用今生有限的生命 去营造亮丽的未来 成就我们自己 也福哲灵力 那以上是景经的分享 感恩大家的聆听 感恩景经的那个真诚的分享 就如同景经刚刚所分享的 那个就是内容里面呢 发现啊景经呢 他因为呢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呢 让那个就是景经不带改变的人员 然后呢 在去我之后 学习去我之后呢 心更柔软 然后因为学会包容 心中充满了爱 更因为自己的改变呢 让家人呢 让父母呢 由担心变为放心与祝福 那也同时是因为呢 景经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呢 因为呢 就是导师所教的 那个委员大意 然后呢 景经也落实了 所以呢 学会了反骨 摆散校围性的重要人生课题 那也更因为呢 景经呢 因为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 那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法门呢 在落实之后呢 自己本身的能量呢 提升之后 也提升了家人的一个圆满静呢 然后呢 就如同刚刚景经所讲到的 一个很至关重要的重点 人生苦短 如何活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其实呢 学会观无常 如此之后呢 应该更要懂得有时 想无时 莫在无时 想有时 让今生呢 可以提升自己的智慧与灵命 我们非常感恩景经的 真诚的分享 在此感恩景经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位 要帮我们分享的是 来自于吉隆坡的Sasha 好 谢谢主持人Stella 在此先跟导师问好 还有全球超马家人 大家晚上好 然后很谢谢主持人Stella 邀请Sasha上来分享 也给Sasha这一个 学习的一个机会 感恩你 今天呢 我自己本身来到超马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难得的 一个缘分 因为在Sasha里面 我把我自己看得更清楚 如果没有把自己看得更清楚的话 接下来的那个生命 会是怎么样 都是很多个问号 天天就是活在一个问号里面 跟举期不定的一个的日子里 也因为这样呢 我会给我自己也列出很多 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还有一些缺点 不好的习性 哪方面要改进 真的对自己来说 都有一个很大的 要精进去落实 这样子 最近在生活上 我遇到的很多的人事物 我学到一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不计较是美德 而不计较呢 是一种正能量 借由这一点 Sasha就着手去审视自己 过去到现在 所造的一切 计较的事迹 到底是有多少 而得到的一个总概呢 就是跟家庭 还有业力 是密不可分的 其实哦 在打从学院毕业后 在社会所接触到的 一些朋友 他们都有一颗 温暖慷慨的心 和他们相处久了 自己也受影响 觉得也要向他们看起 不然会很愧对 这些好朋友 但是那个进步的速度 并没有在超马 学习改得快 而且在他们这一段日子 尤其这期间 悟到 不计较 是一种 多默 是一种精神 和心灵上的美 在几次心法里呢 看到自己是那么的愚蠢 而且这一点 也是自己的课题 可以想象到 这是对自己以后的人生 影响很大 也坦白说 自己的金钱能量 也不是很好 这都是跟 累世累劫 还有今生 所造的那些 因因果果都有关系 不过呢 现在有一种 就是想法就是 在能力范围内 可以不计较 就不要去计较 反而因为有这样子的心态 这样子的观念 反而就感觉到 付出越多 就越开心 也越富足 很自然的那些 助缘啊 好缘啊 都会悄悄来到身边 而另一种的不计较 就是 当被奚落 被误解 无论那是家人也好 外人也好 我就很自然的 会去用这个忏悔 去解决 目前遇到的这一些 很不好的感受的 一些语言上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 一些看法上面 就把那些矛头指向自己 检讨自己 反而会更能释怀 但并不会如此 就放任自己 忽略这一个习性 劝勉自己要放宽心胸 当一个有度量的人 而且还有 可能就常做 那个精彩金光灯 还有那个阳光呼吸 这两个心法里面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把不好的信息 烦恼 困难 那些不好的杀子 全排除掉 针对计较这一点 所谓引申出来的问题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只是 其中自己一个不好的习性 所以在超买 这个里面的系统里面 它叫的东西 真的是 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根据 让我们好好的 就跟着这一个轨道上去 把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给清除掉 然后就把一些好的一些东西 好精神 好的能量 给学起来这样子 还有我自己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 简短的心得分享 就是呢 我最近呢 都会看到一些不好的画面 比如车祸 一些很不好看的一些画面 那我每次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对我自己来说 都是一种精神的虐待 很不舒服 开始时 是找不到那个症结点在哪里 就只好隔在一边 实在有一次 在共休课结束后 才找到那个答案 原来是以前看太多 血腥恐怖的影片 记得在念那个学院念书时 独自一个人跑去电影院 看一些鬼片啊 然后有时候又和朋友去看 也是看这些鬼片 自己也实际上有看很多一些 香港的影片 那些动作片残暴的影片 其实对自己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嗜好 因为回到家的时候 都会有太多很不好的幻想 所以呢 这些看过影片的那些某些画面和片段 都还在脑海里耶 代表着他们已经存在 自己的data里超过十多年 如果是没有遇到草码的话 这些不良的嗜好 中口味的嗜好 会持续到现在 也是你成章的 随到下一代 跟随到下一代 其实看电影 看电视剧在生活上 是很普通的事情 却对个人的那个身心灵 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伤害 这一刻真的是感触很深的 就是真的不深受其苦 不知其毒 所以真的是要为自己的选择 在生活上每一样东西 所做的选择 要好好地去看清楚 该如何做一个智慧的选择 这是Sasha今天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Sella 谢谢 我们感恩 非常感恩Sasha的分享 其实 从刚Sasha的分享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Sasha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而懂得自觉 它更顾得不计较 就是一种美德 也是一种能量的提升 也同时透过应用忏悔 而让自己更懂得反求诸集 同时也深信 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法门 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就是落实在 超级生命密码 这样一个法门当中 真的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能量 同时刚刚Sasha也有分享到 她说为什么 她最近都有一些负能量 负面的 依旧不是很好的一个画面出现 其实你在供修课程当中 或是导师的课程当中 导师也常讲就说 其实文字也好 影像也好 都是有能量的 而且在能量的过程当中 取责抉择也是在于自己 所以如果常常看暴力的 其实那个是会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体当中 第九世元的能量是活的 在虚空当中 很多的信息场 只要我们有所声 秒 是秒秒秒 就那种信息是往空中去 就抛上去了 那作用力反作用力 什么时候会落下 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呢 也因为过去的生活中 她积累的一些记忆体 现在出现在她的一个生活境当中 但是真的 做过新法呢 真的是可以平衡政府能量场的 所以呢 Sasha也说 透过那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法门呢 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修行者 让自己呢 能够呢 真的落实在修行的一个轨道当中 也不因为 就是若以说 因为自己的轨道偏薄了 然后呢 就让自己的那个负能量 越积累越多 所以呢 我们非常感恩Sasha 今天所带给我们的分享 同时呢 刚刚免珍呢 要补充一下 刚刚景晶 景晶呢 她有说 她在 他们今天呢 就是在北马 办那个分享会 其实真的 哇 为了导师 5月26号 好像是5月26号马来西亚的那个 夏季世界巡回演讲嘛 对不对 真的是全力总动员 真的 感恩 感恩那个就是景晶 然后以及那个就是 全力参赢 这总动员的所有的超马家人们 就如同呢 目前呢 在台湾啊 也是为了导师呢 就是迎接导师呢 就是也是期盼着导师 6月2号 6月3号 在台湾主要举行的那讲座 而全力总动员 好 我们谢谢紫金 也谢谢双甲帮我们分享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第三位要帮我们分享的是 来自于台湾的 玉扇 谢谢 谢谢 导师好 就是主持人好 全球昌卯家人 大家好 我是玉扇 那我也感恩这次有这次分享的机会 那我本身是透过就是纯纯帮我介绍 把一本书拿结缘 那因为本身是个基督徒 然后可能对这个人开始是有到排斥 那到就是实验之后呢 就慢慢就是有相信 整个生活性会变得不一样 那因为过去的话 宗教大部分都谈爱 可是因为听到爱与感恩就是 超线生命码第四章 爱与感恩必须是全然存在的 不然这个爱来讲是虚假 所以这句话让我也是很震撼 也就是反求租极过去 觉得很忏悔 都不太懂得感恩 父母不懂得感恩身边的一些事物 所以也让玉扇 从原本很幸福很幸福 然后可能就是慢慢的幸福 都从身边流失 那相对跟家人的一些 尤其跟父亲的相处 也比较有比较紧张 那也是过去这段时间 这几年也不是很顺心 所以常常会对诸事不是很满意 然后抱怨年年 可能过去我本身 玉扇比较大部分都是追求 外在的物质去追求 很少是往内在的一个心灵瓶颈 所以也造成我智慧思考力不够 所以相对在人际关系也好 或在职场上常常会有所谓的一个 不是很圆满的这样一个缺口 也造成我这几年很大很大的一个烦恼 然后也造成我就是有点那个心有余力而不足 那我也真的很感恩老师就是这本书 那因为我参加了四九天 因爱而不游的这个幸福人生的活动 也让玉扇过去的主管朋友们 甚至这样或者弟兄姐妹都有感触 因为毕竟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来讲大部分参委都不够到位 那因为我觉得基础一二三 这个系统真的很棒 玉扇觉得很感恩有就是认识老师的这套 基础一二三真的你每天有落实忏悔 落实感恩并且达到描描感恩 我觉得整个生活境真的改变很多 像过去如果说一旦在职场上 或跟家人有所谓的一个 开始可能会有口角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这时候就可能开始 就透过这样一个练习 那我自己就是慢慢觉得心很平静 然后也不再像过去一样 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动怒 那我觉得这样子慢慢觉得 家人我跟爸的关系也改善很多 那相对在人际关系 我觉得在慢慢在职场上的沟通 以及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个 所以不愿慢慢慢慢都改善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套心法系统 真的是可以让预算真的越变越好 而且我也很珍惜 所以我觉得落实感恩 跟落实这样基础一二三 真的会让整个一些智慧 跟所谓的我们的逻辑力 跟思考力以及会懂得去更加 珍惜身边的一些人的食物 真的不一样 那因为我这几次也带领 就是我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那他们也在婚姻上的一个缺口 甚至在过去可能有生意的失败 然后可能就是有受过很多 诸多的一些挫折 所以照旧来讲话 即使是祷告 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那一开始他们一样 也会像一样是排斥 他认为说这个好像是感恩过去 好像是我能够认同爱与感恩 真的必须要存在的 如果没有透过感恩的心 一直在持续燃烧当中 我觉得这个爱来讲 我觉得只是在表面 没办法做一个深度的 一个爱的直径 所以我觉得说 我刚才讲说 你要不要说 透过老师这本书 这本书是 它是让我们身心 一个正负能量的平衡 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地抱怨 还是不断地去不珍惜 还是我们的习性来讲话 一直在存在着 所以我们一直来讲话 灵敏是没有办法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它是可以让我们 真正达到一个 懂得去掌握 每天的一个正能量提升 那透过他的心法 可以让我们整个 不能量消耗 提升一个能量 让我们去 就是掌握每天的一个 幸福的一个选择权 那因为过去我们大部分就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托 但是我觉得这套心法 可以让我们自己来讲话 可以自己去掌握幸福 我们要不要去改变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就是有这套系统 让预善觉得说 基础工作一二三 这样落实做 我觉得整个生活境 包括我们整个性 或是整个习性 甚至整个来讲 我觉得越来越好 而且我的心 以前是蛮执照的 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每天的一个实修实练 我不敢讲我的境 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感觉说很轻松 然后负能量真的 我每天来讲话 懂得去消耗掉 然后等于说 我每天是水 是处在一个喜乐 个正能量的氛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的一个 让自己是水 比较正面的思想 因为现在很多心理的疾病 就是躁郁症 失眠啊 或是忧郁症很多 那我觉得身心灵健康 身心灵富有 真的我觉得真的 真的是每个人都想去追求 这个才是可以达到一个 真正的一个富有 那我觉得 我也感恩今天主持人来讲话 变成说有这个机会 让我再次分享 然后我觉得说 这本书真的是 能够去掌握 每天的幸福圆满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有心 他天地绝对有心 所以我真的也是 一直不断不断的就是 我想去分享老师的6月2号 如果说通过太阳功德 一些能量 我希望能够 分享更多的人 来参与6月2号老师的讲座 那今天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恩 玉善如此中肯的分享 没错 如同玉善所说的 没有爱的感恩是许假的 爱跟感恩到位于佛 会在落实于佛 以及方法的简易度 超紧生命密码呢 导师这套潜显易懂的法门 是真的值得大家去推广的 然后呢 也因为玉善呢 从刚刚的分享当中 我们都知道 玉善的那个 就是因为超级生命密码 她的人生呢 现在是越来越圆满 而且啊 那天呢 就是参加综合的经营会的时候啊 会后呢 有好多的家人们都说 玉善越变越柔美 是柔美哦 得香女人花 是真的得香女人花 那天仔细看了那个玉善 我也觉得她 那份人柔美 真的很想要多跟她聊 就是时间聊越聊越久 因为那是一种感觉很舒服的 那么呢 其实呢 玉善的分享中呢 也因为她更懂得感恩 更知真心 也因为自己的落实呢 跟体悟呢 以及认同超级生命密码 这样的一个法门呢 进而影响帮助她的家人 朋友 那么呢 如同刚刚那个 就是玉善所分享的 懂得掌握能量的提升 也因为呢 超级生命密码呢 更懂得掌握幸福的选择 这中间最大的一个关键就在 要不要 这全部真的就是要不要 就在自己的选择哦 所以呢 掌握幸福的圆满 只要你有心 天地就有情 我们非常感恩玉善 为我们带来的中肯的分享 感恩玉善 那么 接下来呢 要为我们来分享的 第四位嘉宾呢 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丽燕 谢谢 老师好 美政姐好 各位超级家人好 丽燕好 谢谢大家与丽燕 机会与大家分享 其实丽燕 生命中有数多课题 需要面对与解决 可说是陷入了淘宝之期 这现象其实在丽燕小时候就开始了 小时候不知道 因果淘宝 只觉得我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摔 为什么别人都能顺顺利利 平平坦坦 不愁吃不愁穿 为什么只有我 比别人吃得更多的苦呢 家庭的不美满 不圆满 兄妹的不和谐 长大后 徐着入室工作 也看了许多不平等的待遇 感到愤愤不平 开始抱怨 怨天尤人 觉得自己带来了更多的负能量 所以在我入室工作以后 就开始身上有诸多的病痛 无论在身体上 家庭或事业上都遇到了瓶颈 就在我去年农历新年期间 牙齿就开始痛了 但在那之前 就在2016年下半年 好朋友苏平介绍我 千年治愈跟疗愈 千历这两本书 并要我赶快把这两本书读完 之后他就送给我超级生命迷码 当时只是因为读而读 可是因为那时当时 还在另外一个身心理的系统里 寻求解决我人生 诸多在医学上 无法解决的问题 朋友叫我读了之后 我就开始读 可是因为自己 自身的负能量太重 太多 在读完了疗愈跟千年之后 和超级生命码书籍 多分一点讯息都接收不到 就在当时去年1月份 新年的时候 因为牙痛 无法忍受 痛的程度到达头也剧烈 疼痛 又因为去拔牙 而不能 因为对药物的过敏 所以打了麻醉针之后 全身颤抖 也不能够拔 但是过后就到了 到医院 原本要去在四月拔牙 但是也因为测试过后 他们说我对药物敏感 不能拔 所以就搁着 因为在那时候 在自身 在另外系统里 所教的方法 只能治标 而不能治本 就在去年3月11号 去马来西亚 新山上了导师的课程 过后 身心灵就出现了更多的状况 比如有咳嗽气喘之类的 当时候 病情更加的严重 也做了一些 一连串的检验 就在去年8月的时候 再一次到槟城 去上老师的两天一夜 进进营 那时候就有一些疑惑 就便问了老师 为什么 我来到超级生命迷码 学的抄码之后 反而更加 病情更加俱重 心中有些不解 就有一些疑问 就讲说 如果没有进到抄码 是不是就不会 更加俱重 当时导师的回答是说 如果那时候没有来抄码 事情可能会变更糟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期后 后来才体悟到 可能是因为自己 自身的负能量太重 负能量也知道 在超级生命迷码里 能有所出路 真怕我又一路逃跑了 那时候他们再也找不到 出路了 所以一次过 一起来逃报 有的导师和朋友的加冕 更加有信心 在不断的练习 步骤一二三 不断的做忏悔 因自身的自助 忍住就得到了天助 我也在去年十月份 彻底解决丫痛一事 而生活的境 也逐渐跑转 脾气各方面 思维上都有了正确的观念 也不再抱怨了 感恩梅珍姐 给我力宴这次机会 与大家分享 力宴分享制造词 谢谢 感恩 好 我们非常感恩 力宴的分享 这么生活化的分享 其实就如同 刚刚力宴所讲的 每个人就是在生活境 当中多少都会有一些 七夕复复 落差存在 但是老师在公修课 也常讲说 以目前来讲 天大地大 因果最大 所以力宴因着 过去的一个激烈而抱怨 所以还是那句话 宇宙是活的 所以越抱怨 所吸引来的相对 也是负能量 抱怨也是一种 不好的习性 同样的 法无高下 相应伟大 因为刚接触的时候 每个人姻缘是不同的 也因为姻缘的不同 所以在刚接触的时候 每个人所产生的境 依然是不同的 在当下的境 是目前并非真的 不是我们所要的 可是却都是 我们所最需要的 因为在能量转换场当中 透过心法 它是可以平衡正负能量的 所以相信 真的就要全然的相信 信 愿 行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为提升主要的秘诀 好 我们非常感恩 力宴为我们做生活 这么生活化的一个分享 感恩力宴 那么接下来为我们要分享 是来自于台湾彰化的树儒 感恩导师 感恩美生 感恩运求超马 家人 大家好 我是彰化的树儒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的学习体悟 最近呢 因为这两三个礼拜 我发生了一些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在 大概在 4月14号左右 对 4月14号那天 应该是有奉休课 那平常因为 有网络奉休课 我都 不用上班的话 我都会去 当话奉休 那刚好那一天 因为 野校有一些活动 那请我去帮忙 所以我就没有去奉休 那中午结束之后呢 本来预计说要 去 入港基督教医院 要去看我弟弟 因为他住院 那就在家里 在准备说 要带什么样的 结缘品去跟 去给我弟的时候 那时候 脑袋瓜里面 想到的是 我要带那个 感恩视觉 去给他 因为我希望对他有帮助 正在思考 带感恩视觉 去给他 怎么带去 怎么让他 能够使用的时候 我一个转身 不注意 就去踢在我家的床 那这一踢就不得了 我就听到啪的一声 我发现好痛 我就觉得 我觉得 脚剧痛 真的剧痛 那我就坐在床员 然后就开始 把袜子拿开 我看我的脚 到底发生什么事 结果我发现 我的脚 呈现的是像树枝形状 因为我们的脚 我们的脚指头 是脚指头 脚指头踢到 床的那个角落 结果 我发现 他的角度不对 应该是直的 他变歪了 他整个是等于 45度角都歪掉了 但是没有外伤 我在看 哇 是怎么了 像扭到这样呢 还是到底是断了 我不确定 我只觉得我好痛 然后呢 那一当下 我发现 我很对不起我的脚 所以我马上 跟我的脚 忏悔 我就很跟他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因为我实在是 太专注在想什么 没有想到那个转身 就把他给撤断 低歪了 我去跟他忏悔 一直跟他道歉 然后就跟他感恩 感恩他 帮我挡了 挡了这一下 让他那么痛 替我挡了这么大一下 我就一直感恩他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 就在我感恩跟 忏悔的这个同时 我就感觉到 有一股能量场 突然就从我脚 扑进 就整个都这样散开来了 我觉得哇 我好神奇 有怎么这样 我一忏悔 一忏悔 我就这样就散开来了 那我的脚指头 还是觉得会 麻麻痛痛 但是就是处在那种 刚撞到的麻麻痛而已 那我就想 那我怎么办 家里都没有人 那因为他们都各自在忙 我就想 那没关系 我自己 骑摩托车去 园林挂急诊 试诊看看 看能不能走 诶走 诶可以走 试诊又可以走 可以走 于是我就 穿着拖鞋 然后就骑着摩托车 去园林挂急诊 挂急诊 急诊 后来 我也带了急诊书出去 因为本来想说 等我脚步的伤弄好 我还要去录机 看我弟弟 因为我本来 还是要打算做公车诊 然后结果 在等待在排队的时候 看到牧师小姐 有时跟他感恩 然后顺便再发捷运书 可以的话就跟他聊一下 如果没空的话 就捷运书送给他 他运动就送给他 那陆续也发了一两本 他就在等待 然后后来 X1照出来 意思说 里面的骨头断了 真的是断了 就是斜着断掉 但是断得很整齐 他断得非常整齐 然后跟我说 他必须打石膏拉回去 那拉回去的那一当下 真的很痛 然后就继续再跟他 唱完再跟他感恩 然后把跟所有的医师 跟护士也全部都感恩 那就只有 再拉回去那一当下 非常非常剧痛 可是过一下 又不是那么痛 就只维持一种 微微的痛降 走路还好 但是医师说要打石膏 于是呢 我就在急诊室的那个病床上 就等着石膏 打完石膏 我又打算还要再去律庭 可是医师说不行 然后我说我家属 我说没有 是一个 不行 一定要押人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一个骑摩车来 什么你骑摩车来 不可以 你不能骑摩车回去 因为你必须打石膏 而且他必须买拐杖 我说我买拐杖 我只是脚趾头而已 还要买拐杖 但他打石膏是对的 那就在这个时候 我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发现这个打石膏 是没办法走路 那我就看了一下 我的LINE里面 来了一通讯息 是我住在台中的弟弟打来的 我就赶快回播给他 他本来问我要不要去路港 看我小弟 因为是我小弟书院 我就跟他讲说 那拜托他先去医疹室 来把我载回去 那再请我弟媳妇 帮我把摩车骑回去 我好巧 这个时候他们是来救我的 真的是天使 那帮我带回家 然后再帮我摩车骑回去 那在路上我大弟 台中这个就是大弟 他问我说 那要不要再去看他 我就在想 也不好意思 因为我脚这样受伤 我再去看我小弟 可能怕他心里会挂碍 可是那再来就是 怕我大弟又带我回来 然后又再绕回台中去 他这样太麻烦 他就跟我讲 不会啊 因为他刚好带我回永静之后 他还要在南下 继续去医疗 所以带我等于是顺路 我想到太妙了 怎么会这么刚好 那我就可以请他带我去 那我现在就有机会 去看我小弟的 那我还是把东西带着 就跟着他们一起去 就在准备去的时候 我沿路上一直联络不到我的女儿 因为我们要出门 会用到晚上很晚才回来 我就想说必须告诉他 因为他手机没有习惯随时听 我就想怎么办呢 我没办法联络上他呢 当我回到我们巷口的时候 我弟弟就叫我不要下车 因为我走路不方便 他就请我弟弟 去摩车骑回去 就在我弟媳妇回到我家的时候 因为我小女儿刚好到家了 哇好妙 我记得怎么时间点都这么的刚好 那刚好我女儿在家 我弟媳妇就乱讲 我女儿就说跟我们一起去 所以我就刚好那天 就这么很多的巧合之下 我们就刚好可以去到陆西看我弟弟 那去看我弟弟的时候 因为他的状况并不好 我知道他的状况不太好 于是我就海报给他 陆西基基海报给他 那我曾经跟他聊了一下 那我给他一个概念就是说 人的肉身 其实眼睛所看得到 一眼其实都是短暂 都是暂时的 那人的身体 其实他到一个程度 他就会毁坏 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 因为灵魂不灭 灵魂不灭 所以我们回忆能带着走的是 我们脑袋瓜里面的记忆 所以我们要尽量往好的一面去想 我们要留下来这是好的 我们要回忆的事尽量是好的 因为好的带着走不坏 我们心情会比较愉悦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放下一点 因为我知道状况不太好 后来看完我们就回来了 然后我弟 因为我在脚刚踢到的那一刹那 其实我连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准备带海报去给他 照理说应该是好事 可是确实在那时候 我伤到了我的脚趾头 我的脚趾头断了 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 就是骨肉手足断了 因为手足断了表示就是 我弟可能这一次的住院 可能状况就真的不是那么的好 结果就真的在那个礼拜 在你的礼拜四 他就这样就走了 就真的走了 然后我也很感恩 很感恩就是说 天地的安排 让我都能够整个时间上 真的是无缝接鬼 那感恩说 天地能够让我圆满说想去看他 最少最少在那走之前 能够让我满这个月 所以不会有遗憾 感恩天地就是 那我在我急诊室 我不知道到底该找谁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弟弟突然就来找我 这个都是不是我自己打电话去 也都是他们自己来的 很多的时间这么这么的巧合 真的 我一路的就是感恩 那一路就是感恩社群 我就是沿路一直唱 因为伤到我的脚 我也是跟他道歉 我也是跟他道歉 感恩事情沿路一直唱一唱 包含我弟整个做 帮他办后事的整个过程 虽然我们家是 以学佛的人比较居多 所以整个法师 是用佛法的方式来办 但是我边念经 我心里是一边念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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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整个 觉得整个坏下来 就真的还蛮 大家都很平静 然后我就请我爸 因为我爸还在 那老人家 奏走他自己 最爱的儿子 所以他心情很不好 于是我就教我爸爸 用祝福的方式 他因为他是学佛 他就念佛号 我听他念佛号 其实都是有口无心的念 但是我就是教他 用祝福 导师说就是用祝福的 然后他就 他就学会了 他就真的学会了 我就发现 我爸的心情就很平静 就变得很平静 我就发现真的 在我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我所有的生活计里面 全部都在印证超码 感恩祝福 还有一些 感恩式聚集各方面 全部都在帮我印证超码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恩 还好我在一年前 在一年前 我能够接触到超级神经病 不然如果今天遇到这样的事 我大概有跟他们其他人一样 就是心情不好而已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很幸福能够接触超码 那感恩太阳色的导师 感恩恋定 感恩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每三人邀约 让我能够在这里分享 我最近的心得 也感恩我们全球 网络读书经营会 网络圆满经营会里面的 所有的家人 感恩您的联听 谢谢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好 我们非常感恩述儒 做这么精彩的一个 生活境的一个分享 其实刚刚顺如有讲到说 感恩四聚记 其实我相信 诸多的超码家人们 唱诵感恩四聚记 有了奇妙进了视线的 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 实际的科学的验证 对不对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物物皆有情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最近我家的兰花 就是有一朵兰花 然后在他还没开花的时候 我就对他一直唱 唱诵感恩四聚记 结果我们家的 这一株兰花 它真的越开越大朵 越开越大朵 而且真的是很美很美 这是一个题外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觉得就是蛮奇特的 那么其实 刚苏尔又讲说 他就是当下 发生事情的时候 当下的感恩 就如同导师教导教会 我们的要描描感恩 然后呢 忏悔 当下的忏悔点 对点的忏悔呢 它真的可以化解 那个积解跟积累哦 那么呢 同样的呢 刚苏尔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真的苏尔就应验了 感恩四聚记 在感恩四聚记里面呢 就是不远就是 我们来回想一下说 感恩宇宙 感恩未来 在感恩未来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观想 所谓的圆满境 想想天地何其大 然后呢 我们在感恩未来的时候呢 其实呢 如果你是去观想 在未来 未来就是下一秒 你在下一秒钟呢 你可能就是 想要达到的圆满境 又是什么呢 那么呢 在感恩宇宙 感恩爱 想想宇宙所给予我们的爱 是那么的无私 是那么的大公私 那么的一个慈祥 所以呢 当我们接收到 宇宙所给予我们的爱的时候呢 在第二句的时候呢 又重复了一次 感恩宇宙 感恩爱 在这个第二次的 感恩宇宙 感恩爱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 要试想着说 我们宇宙给我们 这样的这么大的 这么无私的爱 我们是不是也将 宇宙所给予我们的爱呢 分享给我们周边 有缘的善种子呢 所以呢 感恩宇宙 感恩一切 有了交代 在感恩一切 有了交代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要观想着说 真的一切就如我们 当初所期许的 尽量的一个圆满呢 其实刚刚宿儒 在那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我真的 因为宿儒一直 分享的感恩四句记 所以呢 美珍呢 在当下就突然浮现了 就这四句 它的真实那意义 就浮现在那个脑海里面呢 真的是感恩宿儒 帮我们分享 而且句句 感恩四句记 真的有了相应 所以呢 宿儒也有讲过说 他跟他的父亲呢 去散打说 应该要入祝福的 是的 一切皆在感恩祝福 只要你用真心诚意的心 去做感恩祝福 与天地相应 一切自然不求 自然不求自得 好 我们非常感恩 宿儒帮我们做的一个分享 那么呢 接下来为我们分享的是 来自台北的美丽 好 感恩 感恩美珍姐 给我这个机会 分享生命中的故事 那首先呢 我要在这里呢 感恩大圣的导师 因为呢 超级生命密码 让我的人生呢 从此呢 每踏出的一个步伐呢 和决定 心呢 永远是可以 很笃定 那不再呢 跟过往这样子的 几十年的生活呢 一直很彷徨 无助 然后没有目标 那非常感恩哦 地址规的教导 然后这样子呢 人生要幸福 就是下对抉择 那也是 我最近 接触超级生命密码 我才有办法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那因为自己呢 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啊 有时候 嗯 关照自己的心呢 是否 有没有对 为呢 对方去着想 然后会从各个的层面呢 去呢 看待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这些呢 以前都是 我很大的时候呢 我根本就 就会 只是看到自己的处境 并不会 为别人着想 所以呢 我的心呢 变得 比较柔软了 然后 每次上工修课 导师很多的法语 会敲醒我 有没有更善良啊 然后 都会觉得说 这句话 是不是 我该拿来检讨我自己 所以呢 时时关照自己的心 那不会因为呢 我对别人 别人呢 对我这样子的批评啊 我的心就会 颇涛汹涌 不再像过去这样子了 就会比较平稳 然后会 比较多面向的 在观看 目前这个事件 那非常感恩哦 这样子的系统 有学员的发心 我才能够拿到 这样子的 千年之约这本书 那我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可以用 忏悔跟感恩 就可以了结我 千千万万年的 恩怨情仇 我从来没有上过 任何的疗愈课程 或是接触任何的宗教 但是呢 在过去呢 因为我的 人家说 修行可能会有遇到 人生的关卡 才会有所觉悟 想要来 为自己的生命呢 在做更不同层面的提升 那所以呢 在 我没有会跟 也要很会跟这个系统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自己竟然 真的也可以很幸运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 这个系统里面学习 那当初我自己很笨 我并不知道 超级生命密码是一个修行的系统 那只知道呢 哎呀 看到千年之约跟这样子里面的学员的分享 就是忏悔跟感恩 那可以解决我现在所有的需求 因为在过去我没有方法的时候 我也是会去庙里烧香拜拜啊 那超金啊 回向这样子 可是并没有所改变 而且很痛苦 那我一直在寻求 为什么人生这样子 过得这么辛苦 想要有一个答案这样子 所以我看到书中呢 对负能量要有诚心 真心诚意 不可以恶性 那所以呢 我也不敢在家里做忏悔心法 所以呢 看完超级生命密码呢 我很感动 可是也就是搁在一盘那 但是老天爷并没有放弃我 所以呢 幸运之神呢 也是在有一天 我过了马路 哎 我们的志工 就像这么的发行 我可以拿到DM 那真的在乎你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呢 我非常的开心 我看到太阳圣的本人 哎 老师要回来台湾这样子的讲座 赶快来跟天元做一个联系 不知不觉呢 我在这个系统 也一年多了 快两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 那我也变得很习惯这样子的修行生活 那许多人会说 走上修行 是生命 遇到这样子 我没有遇到突破的情观 潜观 生死观 所以呢 以上这三项呢 我都 我都有 所以呢 我走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在超马的路上 我很笃定 在婚姻 这一块 我自己在分享上面 我觉得蛮惭愧的 因为 自己太多的无知无明 在婚姻的过程呢 并没有太长的时间 就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已经 夫妻就离异 然后带着孩子在生活上这样子打拼 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 所以呢 我的健康上面呢 也是亮的红灯 然后女儿现在 虽然大学毕业了 在就业 那当时其实还没接触 超马的时候呢 其实也很不顺遂 就是遇到不好的职场 或是工作环境 不然就是老板都会 请他呢 三个月试用期 完了以后就回家吃自己 但是在超马的学习呢 我觉得就是这么的 轻轻松松可以面对 我目前所遇到的困难 忏悔发愿 就这么简单 这一铁良药 就这么的简单 只要我们真心诚意去做 在婚姻这样子 二十几年当中 我很对不起孩子 就是我没有 完全专注在于 赚钱赚钱赚钱 可是呢 我还是一手赚钱 一手出去 所以永远没有留住金钱 我这一生中 为我 我自己赚很多钱 就是左手进 也是右手出了 那因为能量 老师说 这个系统是讲能量 身体不好 怎么会留得住钱呢 所以我最愚笨就是说 把用健康去换取金钱 是我最该忏悔的地方 因为真的是没有智慧才会做这样子的抉择 那有时候也是可能不懂 我们都会怪罪命运 但是殊不知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场 一切都是因果 平因果果 这样子呢 我在女儿前年 就是我接触超码没有多久以后 莫名其妙的就是因为老师的带领 忏悔心吧 这样子坐着坐着 我变得很有勇气 我不晓得哪来的那种力量 就是可以放下挂爱 对着我女儿说 那你呢 二十几年也都没有见到我们 你的爷爷奶奶 你要不要趁这次的过年 我们回南部去看她老人家 就是这么的奇怪 以往我都会想说 都是你们的错 离婚并不是我造成的 那为什么 我自己也拉不下这个脸 也没有那个台阶可以下 所以就理所当然 一日一天过一天 那更甚至于就是 在心中呢 造成自己很多的怨念 那些怨念都留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呢 我全身都痛 我只有头发跟指甲不痛而已 我全身痛 这种痛 我没有办法解决 我只能够 痛就是吃西洋嘛 不然就是 刮沙拔罐按摩 放学 所以呢 在身心灵 我被这个痛呢 折磨得非常的彻底 我甚至可以三天三夜 非常的累了 我还是不能睡觉 所以呢 我当我拿到这个超级生命力 是这么的 这么的殊胜 这么的简单 我真的是一头正 就在入这个系统 在学习 我非常的感恩太阳深的导师 写这样子的九大心法 步骤一二三 解决 解决所有所有的 我面临 不管是今天能够解决 或是我们能够跟负能量 达到那个协议的时候 我都心中都非常的笃定 我可以做得到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因为有一个细腻的法则 我便呢 在那个八大行业的职场离开了 因为很莫名其妙的 拿到这一本书 我就 我也遇到这样子的好人 贵人来帮我 那也遇到这样子的 相辅相成的健康的部分呢 让我一直改善一直改善 那以往其实都是 非常的痛苦 不能久战 也不能久坐 就是成天在呻吟 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别人说 我的骨子往肤子里吞 我可以对孩子 我没有办法对他一直说 我身体非常痛 我很痛苦 我的心灵很痛苦 我没有办法讲 所以呢 这样子好几十年 透过这样子的学习 我非常的感恩 有这个系统可以 让我自己 好像就是 从泥泥中被人家这样子 一把拉起来 我非常的 到现在 还是真的 就讲到这样子的过程呢 我还是 心里还是很感动 很激动的 然后甚至呢 读老师的书呢 我有时候念的这些文章 很莫名的 就会很感动 会流下眼泪 这些字是非常的有能量 一直疗愈我 非常的疗愈 整个过程呢 我没有办法形容 这个健康上面呢 我从不能睡到可以睡觉 现在可以睡得跟猪一样 然后 现在身体的部分呢 也可以到处去做义工 全部的精神呢 投入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因为我发现说 老师的话 我也听进去 得资量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得资量 一切都免难 没想要赚很多钱 你想要拥有的健康 你想要生活上的 所有的圆满境 你都必须透过得资量 来当你的后盾 我当然就是 很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累积 让我更有筹码 来对应我生活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只是 我真的不顾一切 就是这样 一直冲冲冲 就一直冲冲冲 就到现在这样 那女儿的部分呢 对这本书 她们可能不是那么的想要 在这一块学习 但是呢 我就帮她做唱的发愿啊 就这样子 帮她 因为她不愿意跟我去发书 她觉得有点无聊 我就帮她做忏悔 发愿把租赢出这样 诶 很奇怪 我也对着她的感恩 然后对着她的老板感恩 她现在呢 工作就很顺遂 而且还蛮固定的 也找到一个很好的点 在上班这样子 所以呢 我跟她的互动呢 以前她 我觉得我太过没有责任的妈妈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产生很多不对的行为 我经常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 然后找出王位这样子 那导致她呢 跟我的关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人家说 生女儿很贴心 可是我都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女儿会很贴心吗 会跟我一直 像别人的说 女儿都跟妈妈无话不谈 可是我并没有感受到这样子 最近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 因为我自己学习地质规 必须我先自己来学 因为这么多年 我没有教导她是我的错 那对于地质规这一块 是我必须自己先来检讨 我没有在这一方面呢 对她太多的要求 只是说偶尔会在她面前提 地质规的部分 必须要对长辈啊 有所问候啊 以前都是没有 她出门了就走了 回来就默默地进来 所以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自己都开始自己做啊 自己回来 我就说我回来了 我很开心 我说我回来了 让她感受说 我这个妈妈有在改变 别人会朋友看到我改变很多 然后会问她说 你妈妈变得怎么样 变很多哦 她也点点头 对 就是我以前的 真的自己不会愿意再去回想那一个区块 因为有时候 忏悔久了 就觉得负能量真的变少 而且我也比较不会那么难过 她现在也很可爱 出门就说 我上班去了 拜拜 所以还是 就是有在交 还是会进步这样子 个人因果呢 个人聊 所以呢 我自己吃尽非常多的苦头 因为我15岁呢 我就每天都腰痛 因为我不晓得 小时候爱玩嘛 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说 你要跳下去啊 跳下去很好玩啊 是所以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我过这样子的一辈子 我15岁到现在 就是病痛都一直跟着我到现在 那看到 草莓可以解决 我这样子的健康问题啊 所有的因因果果 我非常的 发心在做志工 这样子 我非常感恩太阳盛德导师的 持心悲愿 在步骤一二三 让我解决所有所有的 不圆满的境 然后我现在过得很充实 也很开心 因为呢 自己受益 所以也希望更多人来接受 这样子的好书 那我也把自己的姐姐呢 接引来草莫学习 因为呢 她自己本身呢 跟女儿的相处的模式 非常的 就是水火不容 他们两个每一次呢 各自跟妈妈 或是两个互相有 有不对盘的时候 都是用传LINE的 在我讯息上面 嗯 一个就是互相倒撞 你的姐姐怎么样 她说 你的子女怎么样 你劝劝她 嗯 就是说 我们用寻寻善幼的方式 我也是劝我姐姐说 啊你过得这么辛苦 我现在在这个超码 已经学习这一段时间 我看到 所有所有的见证 都对自己有帮助 不管是健康 还有家庭相处的和谐度 因为超级生命密码 而雕塑改变 你要不要来试试 这一个系统 她就这样子被我引导进来 现在呢 她自己也改变了很多 很开心 所以呢 有时候家人真的 不是那么的好度 没有关系 我们就让别的同学来度家人 我们去度别人的家人 就这样子 很感恩 美真姐给我这个机会 感恩太阳生的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超码的家人呢 每天写分享文 让我学习 感恩大家 好 我们非常感恩美丽 就是这么凯凯二坦的分享 她在超级生命密码的 在她生活境内上面 简直就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奇迹的大翻转 所以呢 我们在此呢 真的祝福美丽 同样的 从美丽刚刚的 那个分享过程当中 我们都得知 因为美丽落实超码 而让自己的心更笃定 人生要幸福 真的要下对抉择 就如同美丽刚所说的 这个一个重要的 抉择的争议 因为呢 抉择真的是需要判断力 那么呢 判断力真的就是需要智慧 而智慧呢 真的就是要透过 落实实修 然后提升我们的智慧 才能拥有一个 下对抉择的一个判断力 那么呢 也因为这样子的美丽呢 她懂得 时时关照自己的心 也同样的 透过忏悔发愿呢 都能解得 她千年的恩怨战 恩怨战 其实这一切 贵在真心 只要合于天心 那么人生呢 自有妙事 获得 只要呢 落实依导师 所教的法呢 时修 时练 时正 提升自己的能量呢 人生自然 就能更趋向 圆满性 套具刚美丽 所分享的 个人修 个人德 当然 自己受益 也不要另于分享 给有缘的善种子哦 好 那么呢 在第一阶段 我们非常感恩 帮我们做第一阶段的 一个分享 那么再进入到我们第二阶段的 那个分享这边呢 分享这个部分的嘉宾呢 我们就直接呢 进入第一位嘉宾呢 是福星 帮我们就做个分享 好 谢谢 因为我自己 曾经有住过院 住过院是因为那时候是 肝的一个急性发炎 所以其实 当我自己住院的那几天 我大概住了差不多三天 因为肝的一个急性发炎 所以 看了这一步 我会觉得自己 身体啊 如果是出了状况 其实在 很多的 目前的科学里面来讲呢 是还有它的急性 有它的限制 也就是说 有一些病状呢 医生他能 借由仪器来做诊断 来做治疗 或者来做减缓 可是呢 后续 但是还是有一些 许许多多的这些病状 其实是医生 他也是爱莫能助 所以其实看了这一道 我自己刚才在读 这几段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自己的习性 或自己的心 还是没有真的 做柔软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认为自己 会受到某些病状 的一个吃苦 那这些吃苦 应该都是 我们自己造成的 那如果没有 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 其实很容易 医生帮你救好了 或者是 你在 可以出院了 可是呢 在 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其实很容易 就又在复发 这是我在 跟之前住院的一个感觉 的一个感想 那以各位分享 好 谢谢 OK好 我们感恩福星 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分享 那就如同刚福星所讲的 其实呢 人本来就是 当恢复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往往忘了 当初我们所正面临 那种急迫窘迫的 一个阶段 可能就会忘记了 所以这就是 导师常常在 共修课 或是在课堂上 会教导我们的 有时想无时 莫在无时 想有时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那么呢 我们谢谢福星 为我们的分享 那接下来的第二位 帮我们分享的是 立珠 请问立珠在线上了吗 立珠在线上 我根据这边 这几段的内容啊 我发现就是说 这个女 这个导师 这位朋友的女生 这位朋友的女生呢 她在忏悔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自己太亲夫了 然后其实我们参与发运的过程 我们应该要 发的愿就要做到 那可是她亲夫了这个 然后也汪费了 导师呢 当初这么用心的 然后费心发心的 帮她爸爸把她的负能量给解决了 然后她竟然没有依照导师的祖父啊 继续去完成 结果呢 就让她的爸爸 不到半年的时间人又走了 我觉得就是说 当我们有好了 在我们抄袭师秘密密码里面 我们台湾有一句愿意 就是说 我们要 假归记爱拜求逃 就是说 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资恩图报 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水果可以吃呢 我们就要 好好的去感谢果树啊 结的果子 那可是呢 这个女生因为 她们不会去认为说 因为是导师用的方法 然后才让她的爸爸健康 就恢复了健康 他们甚至于认为说 啊 这个是 医学是因为她爸爸的运气关系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不去相信 导师所给她的 祖父的重点 去做功德 去回向给她爸爸 那我们要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里面 其实我们要 一定要知道说 当我们受益了以后 我们圆满了 然后我们喜乐丰盛了以后呢 我们解决了我们所有 我们自身不愉快的 不圆满的那一块以后 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恩 然后我们要回到最初衷 然后回到我们的最初发心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饮水思源 然后要有不忘本的心 因为呢 只有不忘本呢 我们才能够比较 能够得到 能够调动到爱跟感恩 然后呢 也能够去得到天地的祝福啊 所以呢 我们要知恩 然后我们就要懂得感恩 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得到宇宙天地的 的厚爱了 那当然啊 如果说我们真的 在这过程 如果我们自己 我太大了 然后是认为说 这样子的 不是因为宇宙天地 给我们的爱 然后造成 你的疾病解除了以后呢 其实只要我们有 很 我们有忏悔的心 我们有不忘本的心 再继续真正的去 好好的 真心诚意的 忏悔 其实 宇宙天地 其实讲真话 它是非常非常的 厚爱我们 我们只要把忏悔汤 好好的喝下去 其实 我们记得 我们曾经的改变 然后去珍惜它 真心的忏悔 就不会像这位女生一样 她的爸爸 得到了 又失去了 所以啊 我们在这个过程 我们就要非常感恩 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让我们可以解除 我们的负能量 让我们的 拥有健康 拥有幸福的人生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 很感恩美珍的邀约 很感恩导师 然后感恩 大家超马家人的聆听 感恩 好 我们非常感恩立珠 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这个部分 没错 讲规矩 爱败求逃 那么呢 就如同立珠讲到的 很至关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 一定要懂得 知恩 感恩 不忘本 饮水 思源 当得到天地的厚爱 有了改变 有了成就 一定要谢天 这也是导师常常在 供修课或是在课程当中 一直耳提命令 教导我们 教会我们的 一定一定要谢天 真的不忘本 从以上那个故事呢 它引申出来的一个 重要的寓意的含义就是 要我们真的要深刻的切记 民水 思源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地义 好 那我们呢 接下来第三位 我们分享的是 富珍 那我们就有请富珍 帮我们做一个分享 导徒的分享 有请富珍 好的好的 感恩美珍 导师好 以及全球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台北的富珍 很感谢美珍主持人 给我这个机会分享 因为我刚刚呢 晚上八点多 才从苗栗的山上 回到台北 那因为可能从小 就是在山上长大的 所以呢 很喜欢接近大自然 我们从小时候啊 就是没有瓦石 一切都是生财 就是用木材生活 那随着社会的进步呢 家家户户就开始用了 瓦石 热水器等等 那又在这几十年前 我们又陆陆续续的 改回用木材来烧水 所以我们喝的水啊 用的水都是山泉水 稻米啊蔬菜 都是自己煮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山林的竹子树木呢 都有他们的一个生命期 如果不用的话 也是很浪费 大自然所给予 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资源 那虽然是免费的 我们还是很节省的 很珍惜的在用着 这可能老人家都是这样 那这也就是 导师所教导的 够用就好 真的 那乡下的这个老人家 他们就是很简单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那我现在呢 也慢慢的很 向往这样的生活 所以呢 我会觉得 爱惜 会爱惜大地 会珍惜大地的人们 他们相对的 对于伦理道德观 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把我们从小呢 也是 虽然没有读过地址规 但是也教育的 还算蛮不错的 这样子 可是现在的社会呢 就是这样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呢 就是超马家人 真的就是要赶紧的 尽己资历的 来推广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也可能是我 从小就是在 乡下的农业社会长大 虽然我长大后 必须到城市来谋生 可是呢 我的心 我的观念 都还是非常的传统 我常以这个 就是现在在发书的时候 我就是比较喜欢 发给这种 有社会历练的 或者是一些 有岁数的长者 他们 那当我在跟他们分享 超马 或是分享地址规的时候 那长者们 他们都会比较认同 他们也比较认同 过去的传统社会 是比较有人情味的 也比较热情的 因此呢 他们觉得我们超马系统 是很好 而且是很正面的系统 所以每次 我觉得他们也认同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改变要从自己做起 从我们呢 去影响 一个家庭 然后再从一个人 去影响十个人 那就会有十个家庭 百个家庭 这样的散言出去 那所以呢 自己改变之后 家庭各方面的境 一定也都会改变 所以我常常这样跟他们讲 就是那种阿嬷级的啦 或是 比较有一点税数的 他们都很听得 近期也很 很愿意跟你聊这一些 聊现在的社会 所以 那我也常跟他们讲说 不能自己好而已 一定要常常分享出去 这样子 社区邻里 国家地球 才会更祥和 更加的风调雨顺 那他们都会很认同的 一直点头 然后也笑笑的 就会接下书 这样子 所以 他们呢 常常呢 就是说 会觉得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超马这个系统 真的很有心 那很多人也是都 不知道有超马这样的一个系统 他说 哇 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就有救了 这样子 所以我每一次呢 分享到这里的时候 觉得 对方都很认同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会觉得 很开心 也很踏实 所以 以上呢 就是 我的分享 我就是真的 对于这种 伦理道德观 这个部分 我觉得 真的很重要 只要这个方面呢 依着这个地质规去遵守的话 应该就是说 社会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 这种天灾人祸了 这样 这以上是我的分享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太阳公公 感谢天地宇宙 也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以及感谢所有聆听的 超马家人们 谢谢 好 我们非常感恩傅珍 帮我们做这么精辟的一个分享 其实如同傅珍所讲的 伦理道德 真的是依地质规而行的话 内宫外宫 就是要兼具 内宫除了基本心法步骤 一二三之外呢 地质规也是我们的内宫的一种 好 就如同呢 傅珍呢 刚刚所分享的段落 这一段呢 我们一切呢 真的要感恩 懂得感恩原点 宇宙所给予后爱的那个原点 当懂感恩 心思就会变成细腻 当心思细腻呢 就越能感受到 宇宙大地的那份的后爱 懂珍惜 珍惜宇宙所给予我们的 那么呢 在获得宇宙所给予我们的爱的时候呢 真的要分享出去 一切从自己做起点 线 面 从自己 家人 邻里 社会 国家 到整个世界 好 我们非常感恩负贞 为我们的一个分享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来自香港的Candy 好 谢谢美中姐 导师好 传球的 参加大家玩当好 谢谢美中姐 要 我就会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在我读的这子段里面呢 我看到就是 导师说的一些重点 就是 他透过用 美墨边界 发生的地震 而让一些地震科学家 就是会预测到 加州将会发生 很严重的地震的例子 来就是 让我们 就是思考 要告诉我们 就是 其实天灾的发生 与频率的第一 其实是由我们地球上的 人类的心态决定的 如果大多数的人的心态 是正面的话 是善的话 那么 都是充满爱与感恩的心态 对待万事万物 那么 那么这个世界 就比较可爱 就会风调雨顺 反之就会 灾难就会 贫乏的发生 而且 在这子段里面 导师也经常提醒我们 现在已经是 天死景色的时候了 所以大家 就是不单自己 要就是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也要赶紧的 把爱与感恩的 这个重要的理念 传达给 就是地球上 更多的人 让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都能够营造这种正能量 才能够 缓救地球的为之 而且呢 就是 所以呢 我们现在不单是 只要做好 实修实练 你要就是 扎紧智慧 多余人分享 接引大家来参加 我们的讲座 或者精英会等等 只要多一个人 就是 觉醒了 就才能多一分的 正能量 让地球 才会正常的 秩序运转 在这指导里面呢 我也看到 另一个 就是重点 就是 导师也提醒我们呢 就是 我们人类 其实是很渺小的 要对宇宙天地 要谦卑和感恩 不要以为 以为我们的科学 就是 有多厉害 以为 以为我们人类 懂得的知识很多 其实我们再怎么厉害呢 也只不过是 三四次元之类的 有种而已 但是宇宙新神间呢 比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次元 就是大很多 所以宇宙间的智慧 是我们很难去了解的 有时候呢 我们眼见 会发生一些 很严重的天灾 但是只要宇宙一个波转 把能量转换了 一瞬间就会把 引发灾乱的能量 减到最少 只是我们人类 能不能看懂 持终的暗秘 和要懂得 就是天地宇宙 对我们的慈悲 给我们 还有警醒的智慧 要么还有智慧 去修正制止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不要再等到 就是灾难真的发生之后 才来后悔和补救 现在呢 已经是我们每个人 要交重支单的时候了 所以能否 可以顺利的过关呢 真的是我们要 每一天都要落实 导师给我们的功课 要把步骤123和弟子规 都真的每一天 都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不单就只受医了 还要去自己 影响身边的一些人 影响身边的人 一起来学识参码 一起来发光发业 大家共好共荣 才能够顺利度过 这个新紫园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导师 感恩美金姐 也感恩 每一位参码家人的聆听 好 我们非常感恩 Kendy为我们分享 诚如刚刚Kendy所说的 Kendy讲到的重点就是 是 只要我们大家 都是正面的 是善的 也都是用爱 跟感恩的心态 来对待万事万物 那么呢 世界太平 真的是指日可待的 同时呢 Kendy也提到说 我们只要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呢 真的 人类是很渺小的 不要去跟天真 也不要等灾难 见你的时候才后悔 我们真的要 集结正能量 让世界更和平 那么呢 我们感谢呢 Kendy为我们的 那个带来分享 接下来 这位要帮我们分享的是 来自屏东的 雅萍 好 谢谢美贞姐 那个导师 还有美贞姐 还有全球的超码家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雅萍 那我在这个段落呢 我有看到就是说 解除传说中的 世界末日的灾难的 生命密码 不是你过去所得的 千金万点 而是爱与感恩 这两个重要密码 那在以前呢 我还没有见到超码之前呢 我都是用念经 那我都以为就是说 为我们念经 就可以消除 我们很多很多的灾难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 进来超码之后 才知道就是说 要有得才能够 让我们事情都化解 那你如果没有得 就是一定会灾祸连连 那其实我们进来超码之后 老师也经常讲 我们就是说 我们有机会 就一定要赶快的修 不要等到没有机会 那如果每天你实修的话 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 那我们在这个段落 里面有看到一个新法 那我觉得这个新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 每天实修 你如果没有每天实修的话 你这个新法 你也不能过去做 而且就是说 是没有加分的 那可是如果说 你每天不做一二三 一定有做到位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 这本书里面的 九大新法 你来做的话 会更加的加分 那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那个地止规 一定要会 一定要做 那地止规 真的是在帮助我们 在植肉 当你的植肉部分 有做到位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的 那个事情 就会大事化 小事化 让很多的事情 就一直很不断地在消 你在那种不好的当中 而且会让你的一些 习气也能够去改正 这个样子 那还有重点就是说 那个用爱跟感恩 能够去化解我们 身边的一些负面的能量 让爱跟感恩的 那个什么 那个能量去共振 去改变我们身边的磁场 就是会让我们 一直不断地 有加分的效果 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 上面还有写到 就是说 那个爱与感恩 就是一定要 不断不断地去 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而且我们就是说 一定要 正心诚意地去做 然后让我们的 那个什么 让我们身边的周遭的人 都能够接触到爱与感恩 用爱与感恩去 帮助我们去 改变我们的生命地图 还有我们的 一些不对 之前让我们 没有办法过得去的事情 那像我以前 我之前都不知道 用爱跟感恩去化解 那现在就是说 很多事情 我都是借由 爱跟感恩 当我过不去的时候 我就做心法 去把它化解掉 希望大家能够 善用导师 教我们的方法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一本书 真的就是说 你只要有心 他一定能够 跟你相应 这样子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好 我们非常感恩 雅萍 为我们带的 那个精辟的 一个分享 诚如雅萍 所提到的 就是说 要解除灾难 唯一的秘法 就是爱与感恩 而且呢 弟子归 一定要观看 进而 透过弟子归呢 的一个观看呢 把没有做到的部分呢 写下来 然后去做一个 忏悔 断习性 这就是指露 刚刚雅萍讲了三次 一定 一定 也就是非常重要 那么呢 也就是透过爱跟感恩呢 才能化解 所有负能量 另外呢 当有过不去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善用 导师所交给我们的 法门 心法 只要呢 就是 获得了我们 从天地宇宙 得到厚爱之后 一定要把爱跟感恩呢 正心诚意地 广传出去 让呢 有缘的一个善种子 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同盟宇宙天地的祝福 与恩责 好 那我们非常感恩 今天呢 为我们的分享 感恩大家 那么呢 也希望呢 借由以上 超马家人们 精彩的见证分享 让全球的超马家人们 有更多的信心 及笃定 一切进步的与佛呢 真的就在落实 超级生命密码 这书中的爱与感恩的 两个密码 并且呢 把爱与感恩 内化自在地 融入在生活之中 让生命因实修 实练 实证 而在生命地图 有了好的改变 同时 不只是自身变好 家庭变得和谐 人际关系 持续转好 事业跟工作 也越来越顺利之外呢 曾在此真的很希望 借此精英会呢 能广邀 有缘的善种子 一起加入 超级生命密码的 系统学习 把爱与感恩 传播到世界各地 如此一来呢 在今生 不但可以提升灵命 也提高了 生命的意义 与价值 不是吗 竟然也能为 更多的家庭 带来和乐 社会国家 也会因此 而更加安定 那么 世界大同 更是指日可待哦 各位 超码的全球 超码的家人 不要忘记 2018年 在台湾 6月2号 板桥体育馆 有一场 生命演绎 丰富 精彩 讲座 同样的呢 在6月3号 台湾的板桥体育馆 有一场 因爱而富有 实修实验的课程 如果真的 想要转变 改变我们的生命地图 真的就唯有 透过爱与感恩 唯有透过导师 他的一个大公无私 所教导的一个法门 让我们在今生 得以圆满 曾经有过过去 生生世世 曾有过的不圆满 得以在今生 古平 那么同样的呢 在马来西亚是5月26号 一样的 请各位 不要另于 伸出我们的双手 迎接 去 引领 有缘的 善种子 一起进入到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这样的法门 好 感恩 非常感恩今晚 全球线上 超马 家人的共振 一起同门 宇宙天地的祝福 与加持 祝福大家 喜乐丰盛 能量 满意 祝福大家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